一个东西它好不好 它不在于打小 品质高 它再小也好 品质不好 给你个两吨的 你切了有什么用 今天晚上给你们开个会卡 开会卡之前呢 给你们鼓励几个知识 现在很多人说老坑料老坑料 其实真正的正常狗的老坑呢 现在有几个料子还没有绝拿 一个是护浆 一个是会卡 其他的像摸摸亮啊 什么乱七八糟啊 基本上都挖球的 现在都是偏长的 有老料可以 都是以前留下来的 还有呢 一个东西它好不好 它不在于打小 品质高 它再小也好 品质不好 给你个两吨的 你切了有什么用 扔了多些 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190克的会卡 料型非常的规整 会卡和护浆呢 它有统一的特性 就是它也多 所以说选会卡或护浆的料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料型必须完整 这个料型非常非常的完整 不刹 漂亮了吗 偷偷倒冰嘛 而且很纯 它里面可能漂一点淡淡的花 在这边 可以拨界面的 如果拨得好的话 然后如果是说切得好的话 应该可以切三个冰种的挂界 而且会非常漂亮的 这个会卡有什么特点呢 打开会非常甜 它跟木纳的合格相 白度特别好 弱会非常细 是个大胶块 我说的对不对 那废话不能说 实在是你现在开 这个小绘卡开完了 让你们看看美不美 都是绘卡列多 这个完整吗 这个胶块的细腻的程度 是不是特别细 压灯来看 这个阴光 这个杠位 拖拖地冰光 漂亮啊 这个东西取件 而且非常好取 太完整了 随便剁 这个东西小家为开的 开成这个样子 那你说涨不涨 好吧 飞食素品 并定新品 企划飞食 双天万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